我们一同来看神的话语 明述记十六章 明述记十六章 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我们一同来读 耶华享誉摩西说 你跟父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萨 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 把火撒在别处 因为那些香炉是剩的 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 叫人垂成骗子 用以包弹 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 所以是剩的 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 阿们 主日一部的时候 还有二部的时候 赐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现在一同来整理 然后现在我们要持定住这样的应许 在过旷野的人当中呢 有三种人 那么我和各位呢 我们果然在走人生的旷野之路 我是什么样的种类的人呢 我是过着怎样的这样的生活呢 我们得检验一下 第一点 分明说了是抹了羔羊的血 然后呢从埃及出来了 这羔羊的血 基督象征着基督的血 然后呢 神分明在西奈山上对他们说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会成为我的子民 神约定从现在去完全来负责我们 可是他们完全丢失了这一切的应许 接连不断地去忧虑去不信仰 不断地去这样的埋怨 去争吵吵架的 这些不信仰的人 这是第一种人 用句话来讲 就是丢失了应许的人 第二类人呢 他们虽然没有站在这个不信仰的前列 可是他总是因着人的话摇动 因着舆论而摇动 因着这样的氛围而摇动 摇摆不定 因着这个情况 因着现实而摇摆不定 这样的人是这样摇动的人 所以今天16章里头说 有可拉 这个大滩亚比兰他们发动了叛变 但是呢 在这跟着他们的这样的种植者们 就指挥官们有250名 他们听了这个不信仰的报告之后 全百姓 彻底彻夜痛哭 他们比起神的话来 更加听人的话 比起神的约定来 他们更加相信人的话 总是在那里摇动 结果呢 圣幕 惠幕 账幕 这些祝福 他们实际上都错失了而过了人参 他们没有力量可以不摇动 因为他们丢失了 应许随部的不信仰 他们没有享受这个实际性的 圣幕账幕惠幕的祝福 结果因着人的话语而摇动 因着环境而摇动 谁想不信仰呢 谁想摇动呢 但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是不行的 丢失了应许之后 不得不不信仰 丢失了圣幕的祝福 不得不这样的摇动 但是在那个旷野当中 非常艰难的旷野当中 他们没有摇动 牢牢持定住这样的应许 拿持定住应许 而带着信心而奔走的人 有这样的信心的人 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摩西 约瑟亚以及迦勒 他们呢 持定住了应许 他们享受了圣幕的祝福 并且向着迦南 这个非常去世的方向 而奔走的人 是这样的一类人 他们接过了摩西 这个接力棒的 约瑟亚和迦勒 他们与后代一同 进入了迦南地 所以只是三个人 持定住了应许 神也会来做工 只是三个人 只是三个人持定住了应许 怎么样争复了这个迦南呢 只是三个人而已啊 因为神来做的 神 赐下的应许 他们持定住了 所以神亲自来做工 我和各位虽然软弱 我和各位虽然不足 但是我和各位 哪怕一个人持定住了应许 也是 我们通过我们一个人 神会在我的家门做工 神可以通过我一个人 在我的家庭里头做工 在我的职场 跟我有关的一切的现场当中 神都可以来做工 那么 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不信仰呢 他们摇动呢 但是第三类人 他们可以靠着信心活下来呢 不信仰呢 也会加根 这个信心也会加根 不信仰呢 会成长 信心也会成长 不信仰呢 也会累积 信心 祷告也是不断地累积起来的 所以 扎根 成长 积累 这些都是结果 不是说有一天突然不信仰 他不得不做这个不信仰的 这样的状态就是什么 他已经丢失了应许 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不断地扎根 不断成长不断累积起来 然后不信仰了 不是说有一天突然摇动 而是圣母会墓 赵母的祝福 他已经处在丢失了这个祝福的状态当中 在这里面不断地扎根成长 然后累积起来有一天有了这个结果 所以他会摇动 那么像摩西 约书亚 加勒 他们是怎么样变成了以信心来堂堂得胜的人呢 他们实际就得应许 他们虽然软弱 但是抓住了这个圣母会墓 账目的祝福 不断得到神所赐的属灵的力量 这个时间不断不断地积累累积起来 信心成长起来 所以这个彰显出来结果就是变成了信心的人 所以呢我和各位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借着信心来通过旷野呢 所以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 而是今天我的生活 在神的计划当中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英语来得很快 也不要轻飘飘的 英语没有过来不要灰心 而是什么呢 今天现在我的生活 在神的面前 实定住了应许 在神的计划当中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我的属灵的位置 位置 我的属灵的现在的地址非常重要 所以呢 世界福音画 是神的当然的计划 哎呦 世界福音画看起来很高大上 可能跟我不合适吧 可是呢 神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里面说 我和各位所领受的这个福音 我和各位所领受的这个福音 要到传到这个全天下 神愿意我们去将这福音传给万民 随愿福音3章16节说 为了愿望所有的人都得永生 提摩太前书2章4节 愿望万人得救 所以神呢 我和各位所领受的福音 我和各位所领受的永生 我和各位所得受 得到的这个救恩呢 是要向着一切的人 一切的家庭 一切的国家去见证 神愿意这样 但是我们的心怀意念 还停留在我这个里头 我的心怀意念呢 还停留在我的家庭 我的儿女身上 我的孙子孙女身上 在我的职场之上 在我的未来之上的话 神说已经结束了 把我们救拔出来了 可是我总是觉得 我还没有结束 我还是像那个 没有结束人一样 不断地去忧虑 不断地去摇动不信仰 神觉得太惋惜 太心痛了 从创世之前 就已经创造了 我们要去终服这个世界 创世纪12章里头 呼召了我们为救过万族的 这样的人 但是这福音 还有世界福音的应许 总是丢失了去过人生 所以呢 出埃及 是神的必须的计划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神 呼召我和各位 成为能够做世界福音化的传导者 在我看来 各位都是传导者 没有答案的世界 我们是拥有答案的传导者 丢失了道路的这个世界 我们告诉他们 道路传导者 现在黑暗空虚混沌当中的 这样的世界 我们去向着他们发光的 这光的使者是传导者 所以常常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传导者 我是宣教士 我们不能丢失这样的想法 总是以我为中心 肉体为中心 以世上为中心 来过生活 不要这样 而是我是神的儿女 在这世界 黑暗的世界当中 我是发光的传导者 是宣教士 我是这样被护照的人 但是出埃及呢 是神的必须计划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总是回到过去 现在过去 我们得享受上头的祝福才行 然后呢 我和各位呢 是已经得救的神的儿女 神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享受圣母的祝福 让我们进到这个迦南地 要做这个世界福音化 我们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存在 可是呢 总是让我们现在过去的伤痕 过去的这个厌恶 还有这个埋怨家庭的属灵的问题 父母的属灵问题 从那儿过来的伤痕 然后完完全全 现在那个里头 我们得快快 从那个当中 出埃及 得快快摆脱出来 基督已经结束了一切 所以父母的属灵的问题 我没有必要再带着过人生了 家母的属灵问题 我没有必要再因着那个奔压制 而是基督都结束了一切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母的祝福我们来享受 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传导者 来过人生 所以一切的过去 我们得快快摆脱出来 身体呢 出了埃及 可是心呢 还有想法 属灵的状态 还在埃及当中 总是想念 怀念在埃及吃的肉 还要说要回到埃及去 然后呢 通过旷野是神的必须的计划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旷野用一些话来讲 就是我人生的系统 要让我的人生系统变得完全完整的 这样的必须经历的过程 所以这个旷野呢 会有很多的问题 事件发生的时候 也不要惊慌 这些都是神允许的 都是神 只有我的 剩下来的这样的空虚黑暗混沌 剩下来的不安 这样的恐惧 都放下来 而是呢 享受圣母 会墓账目的祝福 要超越这一切 所以神呢 他把这个结束了一切的答案 都放在了圣母当中 礼拜当中 让我们能够得到一切答案 放在这个会墓里面 他祝福了我们 拿着这个 然后到家里头 可以做定时 随时祷告这个账目 所以让我们在旷野当中 改变我们的人生系统 不仅是属灵的部分 让我们完全以应许为中心 以话语为中心 以祷告为中心 来改变我们人生整体 我们心灵的状态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时间管理 以及人际关系 经济观 健康管理 看这个列位记看了吧 他们随便吃东西 随便过生活 随随便便的过了日子 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 所以早上刚真看眼的话 就让他们看见 这个在圣母里头 流了动物的血 陷了番茎的这个烟 然后晚上再让他们 看这个番茎的烟 让他们一整天 指定这个应许 每天享受三个番茎的祝福 每周享受安息日的祝福 每年享受三个节气的祝福 因着基督来结束的逾越节 被圣灵出门的五旬节 享受神国的收藏节 如果要这样过生活的话 那么我们的人生系统 完全得到改变 现在和我就是每天早上 做礼拜的这样的几位 两位青年 现在又加了两个人 可能中三他们也跟我们一同在线 这个中三礼拜吧 这四位呢 跟我一起 我们五个人 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做礼拜 不知道有多么好 我从来都没有勉强他们过来做礼拜 但是呢 他们只要到了时间 就过来参加礼拜 每天早上 以基督来结束 来确认 持定住应许 持定住话语 然后得到力量 最近呢 我也建议他们 我也跟我们连地区的这些家人们 我也建议你们 去年12月我也讲了嘛 这12月呢 虽然一切的日子 每个月都很重要 但是12月是特别重要的时间 为什么呢 2020年 我们来整理 这一年 我们要准备新的2021年 所以不是集中 而是要超集中 所以需要这个特别的集中时间 我和各位12月需要这个特别的集中时间 早上 清晨也可以 凌晨也可以 如果比较忙的话 早晨也可以 每天早上 这个周中 这个一周给我们的讲坛信息 我们持定住这个话语 然后周一呢 是一部信息 周二是二部信息 然后周三呢 是产业宣教 周四呢 是传道学 周五是核心 然后每天早上 我们都一起做礼拜 来确认话语 晚上呢 早上呢 是讲坛话语 晚上呢 我们拿着祷告手册 我们这个条件是每天早上都把这个信息放出来 非常感谢 这个祷告手册的信息 我们晚上的时候来领受 也看这个视频 看这个信息 然后来整理我们持定住重要的信息 昨天呢 也重要的属灵的这样的顶峰 神给了我们答案通过这个话语来 所以我们也得到答案可以确认 早上呢 是周间的信息 晚上呢 是拿着这个祷告手册 确认明天的这个日程行程 然后也定下传道计划 我们做三今天 只是哪怕做这个早晚两个12月 我们也是这个元代信息 我们一年的元代信息 好好整理一下 我们要拥有这个特别的整理时间 集中的时间 圣幕会幕账幕的祝福 我们得好好确实的来体验一下 那么 现在要征服迦南 这是神的绝对计划 迦南是什么呢 世界福音化 在这世界福音化之中 是讲的给我的 赐给我的世界福音化 在世界福音化当中 赐给我的我的世界福音化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现场 神加添给我们的人 神赐给我的这样的事业 产业职业 这一切呢 都是神向着我约定的迦南地 要征服 这是神的绝对的计划 所以我的237 我的医治 我的顶峰 为这三个来祷告 各位 现在加添给我的这一个灵魂 现在为我打开的这样的一个现场 拿着这个部分 我们来向着神的绝对计划去奔走 所以呢 虽然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未来呢 是神在准备着 那么今天 我的生活 在神的这样的计划当中 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呢 早上持定中应许 我们来做了一次礼拜 不会说突然起来什么大的作为 早上持定中应许 做礼拜 我没有能够做 没有持定中应许 没有做礼拜 这一次不会让我灭亡 可是这些不断的积累 不断不断的积累 不断的扎根 不断的成长长大的话 有一天 我终于成为了属灵的顶峰 我能够成为了被神使用的人 在神所愿的事情上在做 但是反过来呢 丢失了话语 丢失了应许 丢失了祷告 不断的在此扎根 不断的礼节 有一天 去了奇怪的位置 这样的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今天十六章里头出来的 可拉 大滩 亚比兰 这三个人 这样的人 这类人 其实这个可拉呢 他是摩西的这个表兄弟吧 表弟吧 摩西和亚伦是亲兄弟 然后呢 这个可拉就是他们的表弟 果然他也是立委之派 但是呢 第十六章 我们一直来读 就是各位可能读过吧 这里头会出来什么内容呢 这个可拉 他有这个叛变的背景 十六章一节里头 十六章一节里头 二节二节里头 他们就是结党了 有煽动了250个人 然后来到了这个摩西亚伦面前 具体攻击他们 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 这句话用 坏句话来讲 就是说你们很骄傲 很傲慢 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自高 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为什么你们是领导领袖啊 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 也与我们同在 神也赐话语给我们 虽然说的好像没错 但是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这个可拉的背景 十二个支派当中呢 他已经被呼召为立位支派 要负责 要守护这个圣母 他有这样的职份 但是呢 在此他没有满足 然后看这个十六章后面出来 八节 摩西又对可拉说 立位的子孙呢 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 将你们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办耶和华账目的事 并站在会中面前 替他们当差 这岂为小事 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们 一切弟兄列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 这岂为小事 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 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 简单来讲就是说他成为了立位支派 去守护这个圣母去管理这个圣母 他不能够因此而满足 这呼召为列位支派是真的非常特别的呼召 列位支派是特别的呼召的人 来去守护这个圣母 每天去看这个约会 每天献这个番祭 这个熟岁祭 每天看这个耶和华的灯火 看这个这个橙色饼的 橙色饼 这是多么蒙福的这个呼召 但是反过来讲呢 他还是被这个过去的被埃及东西所充满 拿着这个马呢还不能得满足一样 就像这个一样 他拿着这个立位支派的祝福还不能得满足 今天早上我跟我们一同祷告的这个小组讲 你们觉不觉得厌烦吗 但是每天基督 每天神的国我们来确认的话 神呢 每天会给我们新的恩惠 我现在遇见这个塔拉邦已经27年了 我27年还在听福音 但是因着神的恩惠一点都不觉得烦 真的是神的恩惠啊 27年不断地在听关于福音的话语 越听越觉得心 越听越觉得感谢 真的是神的恩惠啊 真的就是神的恩典呀 但是这立位人这个可拉呢 他不能够因立位支派而满足 他不能因这个圣母的祝福而满足 他怎么样呢 他这个贪图祭司的职份 因为是表兄弟嘛 所以就看他们很近 所以各位得小心一点 这个在牧师身边很近的人 在这个众志者身边的人 很近的人 你们得小心一点 有的时候不小心心里会出来 我也可以做 我也要做 就像这样的可拉一样 像这个可拉 他非常贪图大祭司的职任 所以立位支派不是说他们全部都做祭司 而说只有亚伦的这个后裔才能够一直做祭司 所以这个立位支派呢 他是立位支派可是他想做这个祭司 所以呢 十六章后头一直出来这个香炉 这个香炉本来是只有祭司长 祭司才能够拿着的香炉 但是呢 这可拉呢 他拿着这个祭司的香炉 跟着250个人一起出来了 这个香炉 我再来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香炉是什么呢 在这个圣母的这个器具里头 没有这个香炉 但是这个香炉是什么呀 这是祭坛 这是献番祭的这样的祭坛 就是祭坛里头有火嘛 就是要烧这个牛羊的这个番祭坛里头的火 得有这个火嘛 这个叫香坛 当这个把这个祭坛的火呀 放到这个焚香坛里头去的时候 把这个火 火种去运过去的 这个是香炉 这个火呢 要去烧这个牛羊献祭的时候 不能用随便什么火 而是要把番祭坛里的火 呈在这个香炉里头 要去这个缝香坛里头 然后呢 再把这个带到了这个 至圣所 所以这个番祭坛里的火 不仅是到这个 缝香坛里头 而且要到这个至圣所里头去 所以这祭司长进入至圣所的时候 带着香炉进去 其实呢 已经结束了一切的基督的福音 与天上宝座相连接着祷告的奥秘 然后呢 遇见神 听到神的声音的 一切的罪得救赎的 在持定住这个约会里头的证据 能够去见神的 去听到神声音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道具 就是香炉 甚至 他们还没有在此结束呢 16章我们一直在后面读的话 这个可拉呢 这250个人 他们拿着这个香炉 站在亚伦旁边 然后神呢 就打开了地 把这个可拉 还有他所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 然后这250个人呢 神就是从降下火烧灭了那现香的250个人 然后有了这个事情之后的第二天 这个16章里头出来了 然后以色列百姓又来找这个摩西 又来讲废话 说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圣地的百姓 谁要杀了我们呀 你们杀了这个华的百姓了 这么发怨言 然后就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 就这个不是说施行暴力 而是说他们在抗议 那个时候怎么样 然后呢 神当场就想杀了他们 可是摩西祷告就说求神救活他们 那个时候呢 就百姓里头已经有了这个瘟疫在发作了 那摩西非常着急的把亚伦叫过来 就说你把香炉拿过来 仔细来看的话 就是摩西对亚伦说 拿你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然后又加上香 快快到的会中那里 他们当中有这个瘟疫发作 快点拿这个香炉过去 放上这个祭坛的火 然后到他们那里去 要去医治他们 要赎他们的罪 为他们赎罪 这个传染病 这个瘟疫不是问题 而是这根本的问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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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享受这宝座的奥秘被圣灵出满 不仅在教会里头 而且在现场 二三七国家 我们在救活二三七国家 救活现场要医治他们的事情上 我们能够24小时祷告的这个工具 就是香炉 就是香炉 这个香炉至关重要 非常重要 祭僧 祭司长 你不是拿着这个香炉吗 我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万人祭司吗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可以 我们要24小时拿着这个香炉 才行 但是呢 这可拉 及250个人呢 他们在这个香炉里头放着什么样的火了 他们在这个香炉里头装了这个不信仰的火 拿着这个香炉出来了 刚刚就像前头讲的 是贪欲的火 是这个贪念的火 野心的火 欲望的火 所以我们里头呢 一切的伤痕 一切的厌恶 埋怨 不信仰 这些火 神说都扔掉 都撒掉 撒在别处 把这些火都撒在别处 我和各位 我们这个香炉是圣的 我们是得圣的神的百姓 圣洁的神的百姓 但这里面这个有伤痕的火 埋怨的火 厌恶的火 不信仰的火 创世纪3611章的这些火 我们不要装在香炉里头 这个可拉呢 是完全贪图名誉 贪图位置 所以变成了这样的结局 他完全是被 创世纪3611章抓住的人 所以与可拉一同的 250个人呢 他们完全装住了 这个创世纪3611章的火 那么我和各位 要带着什么样的火 要装这个信心的火 拿着这样的香炉过人生 这信心的火 所以刚刚也讲了 要时常在这个香炉当中 我们得有这个番祭坛的火 这个250个人呢 他们随便拿着火进来的 而不是这个番祭坛的火 番祭坛的火 已经结束了一切的基督的这个福音 我们拿着这个福音 我们与这个天上宝座相连接的祷告 通过祷告我们得到力量 然后享受圣灵充满 拿着这个约会的证据 我们去救活人 然后24香炉 我们拿着这24香炉 我们人生要变成这样的人生 所以要放着这个信心之火的香炉 所以今天的题目 成装信心之火的香炉 所以呢 结果 神把他们的火都就是撒灭了 但是香炉是圣的 可是让人垂成片子 放在哪呢 就用一包坛 贴在这个祭坛上 然后做祭好 装着这个不信仰的这个火的人生 他们的结局呢 就是你们得好好看 你们得看得清清楚楚 把这个他们的香炉贴在了这个祭坛上 我各位要拿着什么样的记号而走 我们留下什么样的足迹而走 我们的人生 在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的人生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留下怎样的足迹而走呢 真的是享受 使徒行传一章一三八节 唯独基督唯独神的国 唯独圣灵充满这一三八的祝福 我们持定住这应许 持定住一三八的应许 我们带着这信心的火 我们要去救火很多的人 医治他们 要征服迦南 我们要过这样的信心的人生 证人的人生 传道者的人生 我们得带着这样的记号而走 所以我和各位呢 我们得检验我们的人生 今天现在我在哪里 我呢 现在装着什么样的火 我的香炉是 承转着什么样的火 我带着什么样的香炉 过了人生 愿望各位丢掉所有的伤痕 埋怨 不信仰 而是拿着 翻祭坛的火 拿着应许 享受神宝座的祝福 剩三位一体的神 与我同在的这样的祝福 我持定住 救火很多的人 要过这样的证人的人生 愿望我们来过这样的人生 所以今天也是我们 拿着承转着信心之火的 这样的香炉而出去 不要拿着不信仰的香炉再走 不要再埋怨这个儿女 这个丈夫妻子 而是我和各位持定住应许 我们借着信心来得胜 我们一同来祷告吧 今天我们持定住话语 我们一同为了我们自身 为了我们连地区 为了我们连地区的家人们 还有我们区域的圣徒们 我们软弱的 然后生病的这样的圣徒们 我们也为他们祷告 也为我们以马内里教会 能够做世界福音化的圣地而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吧 活着的神啊 真的感谢您 主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的这番祭坛的 这已经完成的基督的 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火 让我们能够盛装在这个信心的香炉当中 在24小时当中 我们持定住至圣所的证据 在现场里面能够救活人 成功过这样的救人的人生 盛装着这个信心之火的香炉 我们带着这样的香炉 我们24小时救活现场救活人 让我们过着救人的人生吧 求神来祝福我们 不信仰 不信仰 不信仰